前流感导致集资大量早扑杀全台闹蛋荒 而吹蛋问题也逐渐延烧到了花莲 供货量只剩下原先的三到五成 有的早餐店因此暂停停售了荷包蛋 但也有吃到饱的业者展现温情 让民众可以尽情的吃蛋吃到饱 民众上班前买早餐想加颗蛋根本难上加难 前流感爆发 全台闹蛋荒 早餐店首当其冲 只能暂停出售荷包蛋品项 蛋供应的量变少了 没缺蛋的时候大概是三箱 现在就是变成两箱 蛋香希望早餐店业者能减少客人 单点荷包蛋的需求 不过来到这里民众却能吃蛋吃到饱 各式新鲜献炒料理提供民众夹取 这里号称是全花莲最便宜的吃到饱餐厅 一餐只要130元 而且无限量供应蛋的料理 光是早餐店的蛋就几乎都是没有 然后去支付什么的 还全家茶叶蛋都没有 在这里可以吃到蛋还可以 还可以吃得比较多 我觉得是非常好 非常良心 目前遇到缺蛋的状况 我们就会以咸蛋来代替 或者是用炒蛋 我们有时候可能会用洋葱炒蛋 或者是红萝卜炒蛋来代替全蛋 不只花莲餐饮业者推出佛心早餐 就连台中也发起限时送蛋快选活动 将鸡蛋装入袋中 台中北屯区陈平利 号召汽机车行 摊箱找蛋箱购买1400颗鸡蛋 发放给中地收入户及李明 以人献领六颗 排队人潮络绎不绝 让大家来一解蛋黄吃鸡 全台鸡蛋供应吃鸡 餐饮业者与里长担心民众没蛋可吃 相继推出佛心餐点与爱心活动 有效缓解民间缺蛋的窘境 记者林千亿徐立琴 花莲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